这一年时间攒了32万 是不是 对 每个月最多的时候能攒到一万到八千左右吧 喝水啥的都是喝工地的矿泉水 早上吃着工地的包子 晚上能到烧烤店能吃顿肉 但是这一日三餐我都是不花钱的 不花钱 32万 每年最少得攒起来8万 关键是能挣多少 就这么起早贪黑的 我们一年最多的时候挣过十一万 好 来 看小伙子第二个短片 一起来看 树与镜而风不止 子与笑而亲不淡 没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这种痛苦 而我却一直被他折磨 18岁那年 妈妈心梗突然离世 四年后和我相依为命的爸爸也因为脑出血走了 家里空了 院子里空了 我的心也跟着空了 我突然很后悔 为什么我没有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菜 为什么我没早点努力赚钱 给他们买一件像样的礼物 为什么我没出过对象 让他们看一眼未来的儿媳妇 一个月的时间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 吃不下 睡不着 我不是看不起单亲家庭家的孩子 而是羡慕有父母的人 因为我这辈子最大遗憾的就是 最大遗憾的就是 没效就够我的父母 那一个月 我瘦了三十斤 然而有一天 父亲临走前那句遗言 突然一遍一遍地 在我耳边响起 我一下子就开窍了 我要完成父亲的遗愿 我找到了为他们计较的另一种方式 我开始拼命地赚钱 白天开吊车 晚上干烧烤 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困了就在工地上 或者在炉子边上 眯了一会儿 所以我每天回家 睡下就不累一醒 我也努力地开始攒钱 无论年节一日三餐 我都在工地上吃 渴了就喝工地上的矿泉水 所以我从来没去过饭店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我在长领县全款买了 一套一百平的房子 贷款买了一个十七平的仓库 我准备两年以后买车 等钱赚够了 就不用这么累了 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 还可以带着老婆孩子 想下馆子就下馆子 更要和我未来的媳妇 一起好好孝敬我们的父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